秀林乡公所结合了秀林乡部落交流协会 扩大办理了109年度 秀林乡文件站运动会和成果展活动 活动是在秀林乡立运动场登场 这一次特别将12个文件站 关怀据点瑞治学堂邀请在一起来同欢 主要除了让长者能够多多有 社会参与和联谊的机会 也提升长者的能看见能欢乐以及喜欢的活动 让长者更有尊严乐活的慢活人生 在109年度年终之际 花园县秀林乡公所结合 花园县秀林乡部落交流协会 扩大办理109年度 秀林乡文件站运动会 以及成果展及防报成果展活动 并且在花园县秀林乡立运动场 上山垂出场有着不同的欢乐气氛 第一次将12个文件站 关怀据点瑞治学堂邀请在一起共欢 主要除了让长者们能够与社会参与以及联谊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期间 一级卫生福利部说明长者家暴指数攀升 故运用这次的活动 宣导长者们家暴的重要 让大家在重视长者的身心健康 参与各项的户外活动 提升长者的能见度 能欢乐以及欢喜的活动 让长者们更有尊严 乐活的慢角人生 因为我们现在秀林乡 虽然有12个文件站 4个关怀站 因为我们的辖区 非常狭长 而且每个部落都有非常长的距离 在这里我肯托我们在座的各位长官 与其来自立法院 来自圆明会 现在目前还是极错 需要成立文件站的部落 有河中 有富士 有文蓝 还有崇光 我想这几个部落 我们现在一直在满满的来辅导 已经有请他们准备 非常完备的一些计划书 当然已经少不了我们那个 汤庆夏来协助辅导 我想历年来这几年 我们也是一直这样来辅导 我们的社区能够成立文件站 为什么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老人家 罗登达 你看三人 罗登达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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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当中有修林乡的 我们一过请示主持 并且由华林新政府北区服务处主任 有皇民社会处皇客长以及专员 修林乡的代表会主持 赖金姐以及各个代表们 九个村民村长 立临 亲临一起重视 长者的身心里健康 而且现场有十个以上的防暴 殉岛摊位 并有修林乡各部落 大老师部落 加万部落 农树部落 淘浦阁部落 百人防暴大会与修林乡 群体健康操 炫导各式长者防暴 现实关系等等的建立缓和 不管是在任何的场合 都希望把暴力这一个议题 我们不讲暴力 讲冲突 讲家庭的和谐 也希望创造一个社区的安全 所以这个部分 不管是老人 也谢谢理事长 明年要把这一个防暴的重点 放在老人的权益 不管你们遇到家里的冲突 还有家里有一些财产的问题 这些都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 另外在花莲政府委托 花莲牛里社区交易协会 办理的109年度 性别暴力初级 一房社区陪力计划 支持辅导 以及陪力花莲先进内 社区组织办理 新暴力社区以及初级预防推广计划 并邀请实务工作者 以及专家学者 共同组成社区防暴陪力团队 深入社区一部落 了解社区防暴网络 脉络以及资源盘点 共创防暴安全家园 记得永远就能够了